主赛伴万涛吹向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腾影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独自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八轮的一场较量 由魂冕冠军山东泰山对阵广州城 他的传球难度相对来说 相对于张临鹏来说肯定要更大一些 可雷桑在左侧一对一 那些赛片向好的 左脚传中 跟进的机会 左脚大门 莫伊赛斯打飞了 一个很好的打进赛季第四球的机会 时刻 翘船给过来 莫伊赛斯进进去了 后面有克雷桑 莫伊赛斯横传 大门 这次韩佳琪出击 把球先陌生 抢在克雷桑射门之前 韩佳琪这一下下地非常快 菲莱尼穿完球马上前插 刘洋一对一 能不能把球传好 前点偷枪 打在了横梁上 来一次克雷桑 这球抢得真漂亮 接下来怎么办 再给漂亮的配合 克雷桑到警区里边有机会 克雷桑打门了 韩佳琪失误 丢了进角 克雷桑 赛季第二球来了 这个就韩佳琪什么情况 他之前的几次铺立方射门 都相当精彩 这一次克雷桑打进角 他可能没有想到 莫伊赛斯果然直接打了 有直射变线 莫伊赛斯是这个赛季连赛里边 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 看看右侧廖里生来拍 廖里生 这次落点可以 后点还有机会 又是正正这儿 正正这次没有想到射门 顶给吉祥 吉祥往后连转移 菲莱尼没有越位 投球摆后来中路再抢 这次是菲莱尼和克雷桑 两个高点连线 菲莱尼投球做得很漂亮 克雷桑想甩头顶圆点 但是没有控制好 团队员不光要控场 先看这球 扔一球 正正 左脚直接打门 漂亮 二比零 正正进球了 这个球呢 面对宝珠城的人强 轻松的血液的弧线 打进了死角 打的门将 韩加西没有任何的反应 二比零 孙准昊制造了这一球 整整罚进 死两波千斤 打脚解围踢到 哎呦 菲莱尼是什么情况 这一下之后没问题呀 然后下来之后 哦 这个肘不应该呀 菲莱尼是因为这一下 因为这个球是完全可以收肘的呀 还是料理生来开脚球 右脚开起来 这次落点 还是被防守点员顶到 卡尔多纳就顶回到了禁区里 莫伊赛斯走外线 面对里提香 莫伊赛斯再传 克雷桑投球攻远角 还有机会 又是一个衡量 这场比赛 克雷桑的投球已经两次打在衡量上了 信任号再给 阿布特鲁苏利 克雷桑右脚拉弧线 打了一个远角 这个球呢 是搓了一个小弧线 改变了球的方向 还以为他要打进角的上角的 最后的一点时间 财务员已经是把事儿含在嘴里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最终是2比0的比分 山洞泰山靠着上一场比赛 两个进球呢 最终击败了龚舟成 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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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